回味六天 大谷翔平重回投手球 挑戰本季第五勝 只是換場前 他卻被裁判叫到場邊 不只被要求脫帽 塗手套 甚至還要解開皮帶 大聯盟加強檢查投手 是否使用非法物質 只是大谷用大男孩般的笑容應對 高EQ也贏得主播讚賞 2-2 快速球 97mph 那是3-3 途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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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是3-3 Otani3-2 抓到了 回到比賽 大谷這場先發 再度展現了高三陣功力 竹投六局就送出9-4-3陣 可惜在五局上半 玩瘋夢破功 1-1 這次揚春拳來打是大谷全場唯一掉的1分 只是他退場時天使和巨人還是平手 戰上打擊區的大谷 單場吞了兩次三陣 沒能自援護投手秋上的翔平 不過在天使主場卻讓投手自己打擊 反倒對手巨人用了指定打擊 這是大聯盟史上頭一遭 大谷翔平再度寫下歷史 TV新聞怎麼不到